如今的欧洲说一句处于水深火热中也不为过,又是高温干旱又是能源危机。 眼看距离冬季只有两个多月,能否保证充足供暖成为欧洲各国共同的难题。 而在天然气库存的问题还没解决的情况下,欧洲又爆发了电力危机,其中德国、法国的情况尤为严重。 据了解,法国电价历史上首次突破1000欧元,与去年相比涨幅超过1000。 而德国的电价也没递到哪里去,亦达到995欧元。 德法电价纷纷刷新历史记录,英国的电价也一路水涨船高,短短三个月已飙涨将近5倍。 而其他欧洲国家的电价也同样飙涨,电力危机已然爆发。 说到底这都是天然气短缺引起的连锁反应,没有天然气欧洲就无法发电。 就算重启煤炭产业,也不能立即补足用电缺口。 同时因为高温、干旱等情况,其水力发电已受到严重影响,清洁能源明显靠不上。 所以对欧洲来说,俄罗斯天然气依旧是唯一的解药。 目前荷兰已经要求停止继续对欧打压,并从俄方构进天然气,因为除了俄气外。 荷兰已找不到价格合适且足量的天然气供应了,除了向俄罗斯低头别无选择。 但荷兰是想继续买个气,俄方愿不愿意卖给气还是个问题,值得注意的是。 在欧洲深陷电力危机时,俄罗斯即使送上祝福,称年底欧盟天然气价格,预计将被上调到每千立方米五千欧元,到纳什各国的能源、电力以及经济危机将更加严重。 这也就是禁用俄罗斯天然气的后果,事实上欧洲从一开始就不该打能源牌。 用自己的最弱项挑战俄方的最强项,当然必输无疑。 而直到现在欧洲还在嘴硬,坚持不肯放弃对俄的打压,也不肯向俄低头。 如今的下场也是自作自受,但这却还没到最糟糕的时候。 等到了冬季,欧洲还将爆发供暖危机,在种种危机之下, 不知道各国还能坚持多久。 而这就是俄罗斯为何要将俄乌战线,拖到冬季的原因。 冬季是乌军的寒冬,也是欧洲的寒冬,而俄罗斯作用打量能源,将比谁都有优势。 所以欧洲是该像荷兰一样清醒了,除了请求俄罗斯供应天然气,已没有其他办法。 另外各国也该深刻意识到一点,那就是如今其经历的一切危机, 都是跟随美国接入俄乌冲突。 挑衅俄罗斯的反噬,同时也是给欧洲的警示, 如果其再不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实现独立,下场会比现在还凄惨。 近日普京在至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来宾的贺信中表示, 单击世界的模式已经过时, 他正在被建立在公正、和平等原则基础上的新的世界秩序所取代。 这种新秩序,承认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,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主权发展之路。 普京的意思很明显,就是在警告每西方国家,俄罗斯有自己的发展道路, 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挡。 现在看来,俄罗斯这个民族的确不一样。 就那天然气来说,目前欧洲缺气缺的都快断气了。 有一位老人家,为了能买到过冬的煤,竟然在小车上睡了三个晚上,这才如愿一场。 然而看看俄罗斯,最近却开启了一场白烧天然气的盛宴。 由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,致使大量的天然气没有办法储存。 同时俄罗斯也缺少这方面的技术,因此他们只能任由这些宝贵的天然气天天烧。 白白的浪费能源,而且还严重污染空气。 于是西方媒体开始按照一贯的套路,批评起普京来。 他们声称,普京放了世界上最大一把火,他宁可将昂贵的天然气都白白烧掉,也不给正存在大量缺口的欧洲供应天然气。 其实这一幕和西方发生经济危机时是一样的。 农场主宁肯把牛奶倒掉,也不给饥饿的民众。 实际上这可能是误解,对农场主来说,如果能卖给灾民的话,他是不会白白倒掉的。 问题是没有人买,他又不可能赔钱把这些牛奶送到市场上去,让大家免费食用。 对俄罗斯也一样,按照之前的说法,他们总不能白白让西方国家用气吧。 在这种情况下,一把火烧掉是最经济,最简洁的办法。 不过这种办法,无论是对俄罗斯,还是对整个人类来说,都是一场灾难。 有专家分析说,俄罗斯每天焚烧的天然气量,大概有434万立方米。 如果按照现在的价格折合下来,每天就要烧掉一千多万美元。 即使是烧针钱,也能烧很长的时间。 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快三个月。 这想想都让人心痛,在能源紧缺的情况下,这更像是一种犯罪。 但是这并不能怪俄罗斯,因为杀人有人干,赔本的买卖没人干。 俄罗斯总不能赚钱,向欧洲国家免费输送天然气吧。 况且即使免费供应,人家也不一定要。 因为他们正在制裁俄罗斯,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就是一种罪恶。 因此如果要怪就只能怪美国,也要怪欧洲国家自己。 如果不是美国挑起俄乌冲突,并借记制裁俄罗斯, 这一幕又怎么可能发生? 如果不是欧洲国家没有战略自主权,只能跟在美国人的屁股后面,人云云云,也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。 美国卫星数据专家麦卡迪博士就感叹, 我从未见过天然气工厂如此大的焚烧规模。 然而这种焚烧,可不仅仅是在浪费金钱。 按照专家的分析,俄罗斯每天焚烧大约434万立方米天然气。 这相当于释放了约9000吨二氧化碳,同时也向大气中释放了大量的能量。 这对脆弱的北极地区,对全球气候来说,都是一场严重的灾难。 就在去年年底,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,在英国格拉斯各开幕,世界各国领导人, 在大会上就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议题进行了磋商,并达成了艰难的减排协议。 因为由于人类的活动,地球正在变成一个炽热的星球。 目前南北两极的冰川和冰盖正在快速消失。 整个北极地区海滨范围已经达到了历史最低点,北美冰川融化的速度。 在2015年至2019年间,几乎比21世纪初翻了一番。 今年的问题更加严重,阵阵热浪袭击了全球大部分地区,北极也不能离远。 据说北极地区的最高温度已经越过了30度,人们甚至能在北极地区穿短袖了。 可以说按照现在的形式,极端天气会越来越多。 去年暴雪地温天气,就已经让美国西南部的德克萨斯州受灾严重。 造成多人死亡。 百万家庭和商户停电。 今年巴基斯坦的洪灾,已经让这个并不富裕的国家,损失超过100亿美元。 造成超过1130人死亡。 由于大片土地被洪水淹没,该国45%的棉花作物已经被毁。 稻田和蔬果作物的损失也相当严重。 如今它们正急需国际社会的援助。 然而由于俄乌冲突,致使各国好不容易达成的气候减排方案,付诸东流。 目前已经决定彻底放弃核电的德国,也只能继续保留,甚至还会继续依赖火力发电。 已渡过现在的难关。 今年以来,英法德意和北欧地区的电价都达到了创纪录水平。 法国巴黎的电费合约价格上涨5.5%,达到了每兆瓦时645.54欧元。 单独看这些数据似乎很枯燥。 如果说这些数值比一年前高出7倍多,就一定会让你达吃一惊。 德国也一样,预计明年电力交易价格会飙升13%至每兆瓦时725欧元,比法国的价格还要高出近15%,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就是天然气价格的飙升。 在俄乌冲突升级之后,俄罗斯向欧洲的天然气出口量已经减少甚至一度中断,这就导致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飙升,而造成现在局面的罪魁祸首就是美国。 不过这也不能全贯美国,如果不是欧洲政客们缺少远见和战略眼光,也不会让拜登轻易得逞。 如今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延缓或者推迟摊中和计划,启用更直接的火力发电等等,甚至民众想买煤过冬,都成了一种奢望。 在这种情况下,所谓的保护地球也就成了一句空话,人类也必将面临更严重的生存危机,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所谓的人权。 现在看来,人类为了保护人权,却正在将整个人类都置于危险之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